香港歌手Janice蔚蓝2月25号 带着满满的幸福来马宣传新专辑Love Diaries 刚刚堕入爱河的Janice步入会场时 仿佛走进婚礼会场 洋溢着幸福的感觉 她也坦言想嫁人 同时不排除婚后会退出歌坛 虽然男友Roger迟迟未有所行动 但Janice已经规划好自己理想的沙滩婚礼蓝图 至于会不会以比基尼取代婚纱 为蓝这样回答 你还在开始的婚礼会吗 狡猾?无论 你有看过我吗? 我的胸部 我非常好够 但我需要少量的胸部 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婚礼 我的最初的婚礼会是沙滩 在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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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男朋友 他非常甜蜜 他也非常基督 但我不可以问的嘛 你自己很老套 我要等 我要很有耐心 等他问我了 Janice性格大辣辣 不会为了躲避狗仔队而搞地下情 加上恩施黎明不久前才结婚 也不反对蔚蓝谈恋爱 其实Leon 我都很感恩有 Leon as 我的老板 and mentor because 他不会反对我们艳人去 就是 去 love you know to have a partner 但他又没有去劝我 personally no but他也没有反对我 去自己有个 personal life so it's good I'm sure he wouldn't mind if I got married 妹妹卫尸经过残渡事件后 付出无期 Janice身为姐姐 非常感激大马媒体 对卫尸的关心 还透露妹妹现在很好 靠着宗教信仰 终于再度振作起来 you know she's fine you know she's happy now 就是她经历了很多东西 我也都在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and I完全 她也都没有后悔过 就是她发生过的东西 because now 她是真正开心 and她不是说 一定要去 她不是很 很得主要去 这个卫探 她是卫生 又有很多很多 我会做的东西 so yeah thank you for asking she's great I'm very happy for her Haiso Yeng 娱乐最赖 by bwd6 by bwd6 by bwd6